我看到圓塊很亮的 看不清楚嗎 再騎一小段路 就是這道光瞬間 讓機車騎士痛得刺眼 有多亮 畫面放慢再看一次 長方形物體太陽直射下 整塊亮到反射發光 台北橋上的機車騎士 想躲都躲不開 很危險 因為我等於是盲騎 對 我等於就是 我看不到前面的路 然後看不到前面的機車 我是這樣子閃著 為了要閃那個燈 那個光線機 上班時間 台北橋車來車往 就算騎車只閉眼一秒鐘 也可能會發生車禍 究竟是什麼東西這麼礙眼 重回現場 不管是台北往新北 還是新北往台北方向 都各放了兩塊鐵板 外圍還用黃色泡棉包覆 不過時間回到六月 現場只有護欄 為何現在會多了鐵片 新北公務局解釋 有機車騎士反應 如果出車禍撞到護欄 可能會造成二次傷害 因此在六月底 裝設保護措施 如果是膝下的時候 應該我們騎車 如果沒有帶太陽眼鏡 一定會讓眼鏡不舒服 陽光如果太大的話 就是我覺得蠻危險的 原本防止車禍 二次傷害的裝置 現在卻可能成為車禍元兇 把這個表面的部分一樣 也用這個 不同一個黃色的這個防妝泡棉 然後不是防光光畫棉 去做一個處理 不讓政府好意被打折 新北公務局表示 會在七月底改善 還給騎士一條安全的路 不過這兩個禮拜 騎士只能戴墨鏡 或是自求多福 繼續有關在蔡玉露採訪報導